我希望在20歲就是可以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我不想要就是被 可能大家很多人會覺得 K&S們可可愛愛愛啊這樣 但是我覺得我也會賺 所以明年我就會帶來新的作品 這個大獎 對 名字改 一名改成令宇辰的原因就是 我希望在20歲變成全新的自己 因為我覺得在節目裡 遭到淘汰 對就是淘汰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心情很失落 但是我也慢慢的就是讓自己調適心情 那調適了以後 我去嘗試了一首 我之前被沒有就是 沒有跳到的一首歌 然後代替郁佳的位置 在8月的時候夏日麗寶演唱會的時候 那當時我很害怕大家會覺得說 我教育不了這件事 但沒想到我看了評論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評論 在開了評論大家就是 有一句話對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不是KK的粉絲 但是我看見了他那個不認輸的眼神 讓我很感動 然後我當場在車上我就半累 所以可以說是 那一次的經驗讓我很難忘吧 覺得說我可以創造出不一樣的自己 其實就是 我覺得一些 不知道怎麼講 明信片 然後還有一個特殊專屬設計的跳卷 但是那跳卷是可以永久紀念的 就是 only for 20歲的這個生日 對 還有我也送出了我自己 就是 我很喜歡背小費寶 所以我送出今年的生日 蠻特別的小費寶 因為在大家可以節目結束後 然後先接著自己 20歲的生日 邁進 就是 一開始進節目 明明才18 怎麼一轉眼間就20 然後就 感覺 自己要長大了 對 所以要有新的開心 我自己我就是 會約一些朋友啊 朋友們就一直說要 一起幫我慶生 但是 因為生日會前期其實都是很忙碌的 那 下週大概有一兩天是沒工作 就可以 跟朋友吃個飯 因為我也不喜歡把生日就是 要去唱歌什麼的 我覺得好累 我覺得吃個飯有大家祝福就好了 所以不是那種狂歡類型的 我不是狂歡類型 我真的覺得我自己老 因為 我完全是沒辦法party的人 因為我覺得說 好想回家 你20歲耶 對啊 然後大家都說 你才那麼年輕 就是要嗨 我說沒有 這麼年輕就是 我們要好好保養自己的生日 不要在外面太累 對 那隨心的朋友先給你幾句嗎 還沒耶 還沒 可能時間還沒到 對對對 過去有什麼 就是難忘了慶生的經驗 難忘了慶生嗎 因為其實老實說 我上台北以後 我連18歲19歲的時候 都沒有破綻 對 對 因為那時候都是在忙著練習 那 其實 我覺得 生日 以前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覺得好像沒那麼重要 但是 今年我覺得 我想好好會自己過一個生日 所以就會有這個生日會 就是希望我可以 與 陪伴我一起走下去 的粉絲們一起 度過我二十歲 對 對 那最近年級上 你有一些風波 像 小孩跟一陣子 會放 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我覺得 這陣子就是 他可以好好休息 然後 希望他未來還可以就是 繼續加油 那我們永遠就是 復服他 那最重要的是 我想跟他說 他永遠是舞台上那個 KING 對 因為畢竟 他的舞台魅力 大家不少可說 對 你有私下可能傳一些 安慰的訊息給他嗎 呃 我沒有私下去傳訊息給他 因為我覺得 現階段對他好好熟悉吧 所以 也不要去打擾他 這樣對他是比較好的 嗯 他演唱會是有在遇到嗎 有 我們在演唱會後台都有遇到他 然後 我有跟他說 你今天很棒這樣 然後抱他一下這樣 他有沒有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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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其實 他跳 天龍心在所有出來跳的時候 我到後台我就泛淚了 因為我覺得 他的舞台魅力還是 感動到我 對 那接下來 大概也是二十歲 有沒有什麼新的一些 作品或是活動 新的作品或活動嗎 活動在11月會有一場 呃 算是 小小體驗觀的活動 那 我們 我在裡面會表演 然後 會有線上的轉播 然後 主要是要推動元宇宙的計畫 對 他們跟北港朝廷共有一個聯盟活動 所以我們就是 會帶來新的主題去表演這樣 還有新作品 新作品在籌畫當中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那 小孩運氣會不會讓你 學習到什麼之分 比如說愛心理 有沒有 呃 我覺得 就是 好好的 做好現在我們該做的事情 就好了 對 因為這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我也不方說 呃 去評論他什麼 對 當然就是 祝福他未來可以進入 所以就面對就好 就你個人啦 你學習到什麼之分 學習到 學習到 自欲啊 或自愛之類的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不愛出門的人 對 因為我是工作房 所以 我就會跟我親近人說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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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那我每天在工作啊 這樣 但是 就是 就是 我會希望把自己的時間填滿 因為我不想要有任何一刻去休息 對 但是 因為這陣子真的有點太忙了 忙到 我三天前 我甘子處又發炎 就是甘發炎 然後我想說 為什麼莫名其妙發燥 我以為我睡著 我快緊張死了 然後 然後 沒事 然後去 抽血檢查才發現 哇 我甘子處比較高 因為 那時候高雄演唱會回來 然後 然後馬上又寫一些生日會練習 所以 一天那時候只睡了三四個小時 然後 然後就 甘子處有點承受不住 然後 我這幾天就是連續打針 對 讓自己趕快修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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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狀態才好起來 這樣 那媽媽有沒有擔心 大家做一些事情 我媽沒有啊 因為 甘子處飆高已經 這是第二次 所以她覺得說 我知道怎麼繼續 他們很放心 我自己照顧自己 因為畢竟我 十六歲就上台了 對 所以他們現在已經 不太擔心自己 那媽媽算是 就是讓你自己去 體會生活 不太會 規定你一些什麼 什麼類型 他們比較開膩 他們就是 不會自視化 就是想要 要我做什麼 都做什麼 但是 未成年以前會 他還會看我定位 對 以前是就是說 我要你的定位 我要找你在幹嘛 但是 後面他覺得說 但是我也不是一個喜歡亂跑的人 所以他覺得說 就 讓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所以要再講 他那天是不是也有說過 自己對於主持人有興趣 對 我超級喜歡主持 那會不會將來 會有一些 新的主持的結論 或是 將來 會 就是將來會陸續的 就是 慢慢步入主持這個階段 然後這有在規劃了 對 因為前幾天 我還收到焦哥的語音訊息 他就祝福我 他真的 那時候 他用Instagram 傳語音訊息給我 他就說 TK 你很棒 那希望未來繼續加油 你只要有任何問題 你馬上敲我 我都會回你 我當下就是 我沒有想到 可以收到焦哥的這個 語音訊息 對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有點 是開心又驚嚇當中的 對 那除了焦哥以外 還有哪些你想要 合作的前輩 其實我跟 陳明珠姐姐 對 因為我們同台過 那他一直很希望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主持 他昨天剛主持完 金鐘的電場 所以我也有看 我覺得 好強喔 他連客語 他們是全部的語言 這樣一起去 就是做翻譯什麼的 我覺得說 真的很厲害 那我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 和他一起主持 然後先做獎 對 那之後再就是 跟大家說一下 對著20歲的情緒 跟一些 生日願望 呃 生日願望 我就是 我希望在未來 可以有更多的 工作 就是 我不想要只 單全賽唱跳 或者是主持 我也可以 挑戰實際節目 對 因為我其實 就我很想去營業中 對 我超想去營業中 對 我超想去營業中 對 我直接許願 我可以去營業中 對 對 有兩個 好好選 我先去找鬼鬼姐好了 所以自己姐姐在那邊 所以 可以 至少她可以幫我咖啡 所以她現在是店長 對 真的很關注耶 對啊 我都有看 那鬼鬼姐有 先祝你生日快樂的嗎 還是還沒 沒有耶 還沒喔 應該還沒到 對 對 還有一頭 OK 謝謝 謝謝 謝謝